国立苗栗农工续产保健科 两年多前开始人道饲养集资 除了教学的用途 那么目前校方饲养蛋鸡 平均每天是可以产下大概400颗的鸡蛋 那么不只是鸡蛋 饲养的肉鸡也都成为了老师 还有校友们之间的抢手商品 国立苗栗农工鸡舍 采高床式设计 极致健康 产蛋率达九成 新鲜鸡蛋也成为抢手商品 我们牧场是给学生做一个专业的实习 所以我们希望说孩子在现场的实习的场域 也能够跟外面做接轨 然后这几年友善饲养的概念 非常的被所谓的农业部推广 所以我们在建制这个基设的时候 就希望说我们也可以走向所谓的人道饲养 友善饲养的方式来进行 牛农续产保健科培育相关人才 两年多前搭建基设采人道饲养 不只如此也研究喂养方式 让极致投好重壮顺利产蛋 每天平均产下近400颗的鸡蛋 目前贩售以校内优先 毕竟这个是学生的一个实习的作品 那如果说可以得到民众的认同的话 那我们也算乐观其成 那学校这边都有所谓的分机 也可以直接来做一个洽询 那目前我们主要的贩售 还是以校内的同仁跟学生为主要的一个对象 除了鸡蛋 校方也会在中原过年前 让学生饲养肉鸡 学校师生的用心也成了最好的口碑